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ANZ推出了18个月和两年5.99这样的一个利息 并且还有1%的现金返还 现在中行呢也推出了自己的promotion 那么很多朋友啊 这个不知道这些这个promotion是否真与假 因为在银行的网站上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消息 都是通过家人朋友而得知的 那有些朋友就感觉非常苦恼 就是说我为什么拿不到这样的利息 为什么别人能拿到啊等等 所以今天呢小宇在这里跟您分享一下 最近啊这些银行的promotion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接下来银行利息是不是真的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视频里来谈一下 首先我们说一下银行为什么打这样的价格战 那么可想而知啊 现在的房市非常不好 那么贷款政策也是非常严格 新的贷款也就了减少很多 银行达不到它这个预期的销售任务 从而呢通过这种方式来快速提升它的优量 甚至呢不惜牺牲自己的利润空间和信誉度 那么这种促销呢 对于可以转银行或者是新方法上可以交购的客人 固然是个大好消息 但是我个人觉得银行这次做的还真的有点欠缺考虑 首先啊我们作为贷款顾问 也没有第一时间被银行通知有这样的promotion 直到现在啊这个主流银行都是暗箱操作 非常不透明 当在我们给客人建议的时候呢 我们必定要考虑到这个利息的问题 所以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难度和一些不确的因素 第二呢就是银行自己的客人啊 即使贷款到期了也很难拿到这样的折扣利息 个别客人啊有的非常幸运在银行要到了这种特殊的利息和cash buy 但是大部分还是要不到的 银行这么做呢对于自己的客人非常不公平 没有一视同仁 有些客人呢很忠诚于自己的银行 说我在银行待了十几年二十年甚至有三十年的 可是银行现在的文化真的是没有必要讲忠诚 他们呢也没有很珍惜你了 那么银行啊这样子做呢会使自己的一些客人能走的也会转走 不但呢会丢失现有的业务 也同时会让自己的客人其实是很失望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哎这次的promotion其实真的是很失败了 好那对于没有赶上这次promotion的朋友们啊 我建议大家也不要着急 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利息在未来几个月呢会保持在这个水平左右 一方面呢是因为银行的贷款政策不会在短时间内放松 也就是说呢他们还要打持续的价格战 二来呢现在中长期贷款的成本的确是有所下调 银行借贷成本呢也有所缓和 所以呢不用着急还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好对于接下来啊这个贷款要到期重新固定的朋友们 我认为啊新西兰的这个通胀还是很顽固 也就是说央行还是要加息的 只是加息多少什么时候加的问题 所以呢最好固定的时间呢不要太短 我个人觉得18个月还是很不错的 本身现在就比一年的利息低 而且呢18个月这个时间长度比较保险 根据经济学家预测应该啊18个月后啊 这个利息那个时候会下来了 当然怎么固定这个贷款 还要结合着您个人的这个情况和打算来分析 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如果您需要一对一的建议呢 非常欢迎您和我们去的联系 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